来看到是新竹县竹北市民的小确幸要来了 不只可以领中央方的6000元 施工所将会在儿童节的前夕 先发6000元名声纾困金 等于有竹北人每人能领到12000 将会采取三阶段发放 低收还有中低收是直接会进了户头 也能够依换来申请或者是定点领取 中央超征税收将全民普罚6000块 但何时能拿到时间还没定 抢线中央竹北市公所儿童节前夕 要先发6000元的名声纾困金 低收中低收还有66岁以上的长辈 如果你有在公所申请我们健保补助的 备款我们会直接把这个6000块 贵到您的账户里面 因为我们已经有您的账户了 那第二阶段呢是我们的医化的申请 那我们也非常非常强烈推荐 市民来做这个使用 那第三阶段呢才是现金普发 那我们的医化申请呢 已经进入到了系统开发 还有最后验证的阶段了 那我们筑北先发呢 施工所也会拟定细致 而且绵密的规划 部分年龄只要涉及筑北市都能领 市民的小确幸要来了 民生纾困金自治条例案 1月中经代表会三读通过 如果再加上中央振兴金6000元 竹北人每人和领导12000元 是全台最高 预计才三阶段发放 有温馨直送 低收中低收66岁以上健保长辈 免申请直接汇入个人账户 也有医化申请 市民可上施工所网站 24小时都能申请 而直接发现金 社区 里民活动中心等 开放民众领取 那筑北发放6000块 是环天吸气的事情 再加上中央6000块 可以说是洗上加洗 那筑北施工所也会把我们的 发放方式呢 来做一个让民众感到安心 并且方便的这个感受 才不会让我们的美意大的折扣 防疫纾困金全市共要发出 12亿7000万 才三阶段发放方式分流 竹北超进化 要让市民幸福很有感